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非常好 我们找到一个下腿式的静态的状态 感觉非常好 呼气的时候再一次回到下腿式 再来 吸气 向前 双脚尖点地 核心收紧 呼气 下腿式 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其实可以从最根本给我们建立力量 吸气 再一次来到 Plank 双脚点地 呼气 回到下腿式 最后一次 吸气 呼气 呼气 很好 现在双膝跪地 我们在原地先休准一下 休息一下你的肩膀 你的双腿 调整一下呼吸 好 现在吸气的时候 我们将双肘落底 来找到一点感觉 先双手掌去找到你的手肘 那双手的指尖都可以接触到你的手肘外侧 就好 这是一个正确的头盗力手肘的宽度 然后食指在前方合十 这样子就好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口袋 将我们的头放进去 就可以来到头盗力 那我们把头盗力的上半身 先手落起来 将头顶落在你的双手之间 落在你的双手的口袋里 你在吸气的时候同样的方式 你的双手肘不要变 吸气 双脚回勾 你再一次来到下腿式 在头点地的状态下 我们保持一下下腿式 你可以将双脚慢慢的向前移动 非常好 在这里停留 呼气 慢慢的双膝落地 非常好 你在原地找一下感觉 继续 将你的头顶落地 吸气 双脚抬起 向前靠近 靠近你的上半身 一直到你可以来到的最近的距离 我们在这里是感受一下你的上半身 让它持平的状态 不要让你太害怕 也好像会后倾 会翻痒过去 没有关系 你的双脚仍然是点地的 哪怕你在这里也没有关系 你要习惯一下将你的后背 整个背部拉成一条直线 好 呼气 再一次 双膝落地 如果需要的话 你可以在婴儿式修整一下 非常好 下一期继续 每一次练头倒立 都要形成这个习惯 先缺了好手肘的宽度 双手合十 把头塞进去 然后双脚尖回勾 将你的身体向前 继续 那我们这一次在这里 来到最前方的时候双脚 你试着先抬起一边的膝盖 只是抬起一边 不要紧张 非常的好 启动你的核心 还有你的肩膀 呼气的时候落下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另一侧 抬起 也紧绷 紧绷脚趾 在原地 着着感觉 呼气 再一次落下 我们修整一下 如果这是你最初尝试 头倒立 你会感觉到脖颈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压力 就非常的正常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一个 倒立的状态了 所以我们的血液正在循环 正在流动 因此我们每次做倒立的时候 最好都要回到婴儿室 让你的身体自动的修复 非常好 那下一次呢 我想要挑战一下你们 或者挑战一下自己 可以接着墙壁 也可以没有墙壁的状态下 我们试一下是否可以将 两个膝盖都抬起来 不要太紧张 你说不定真的一试就可以做到 如果做不到的话 就继续在原地练习 单脚的抬起即可 很好 我们现在进入头倒立的准备 感觉一下你的肩膀 你的肩膀到你的手肘都会发力 吸气时双脚会勾 向前 现在来到最靠近的地方时 先抬起一条腿 吸气 如果可以 将另一边也抬起 你就在这里停留 在原地 可以绷紧你的双脚 如果没有抬起来 你就尝试左右替换即可 在原地 加油 好 呼气时 将一条线下来 另一只脚落地 如果直接掉下来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能双脚落地 安全着陆 很好 来到婴儿室休息片刻 如果今天坐到这里 你觉得好像手臂的力量不够了 好像肩膀的力量不太够了 到这里可以算是你今天的第一次练习 你可以在婴儿室 再休息两三分钟 就可以结束你第一次的头到力的尝试 如果你觉得力气还够 可以跟着我 我们继续再练习一下 再尝试一下 头到力的准备 双脚 双脚向前 脉步 进来到最顶点 此时 离开地面 你也可以感觉一下你的肩膀 在帮助你的身体 开启 开启 非常好 我最初 自己在学习头到力的时候 就在这里停留了很久 没有关系 我们一开始 先在这里找到 哎 腾空的感觉 飞翔的感觉 只是翅膀还没有完全的打开 你在这里集中精神哦 不要害怕 我们在不稳的时候 落回到身体的后方即可 好 再次来到 尼尔式休息一下 这种让全身倒立过来的状态 在我们尼尔式休整结束之后 你会发现浑身都好像很轻盈 因为你身体的每一处肌肉都在帮助你 现在 非常的棒 最后一次我就不说话了 我们一起来练习 如果你现在继续跟着我在练习 但是双脚没有抬起来 那也是没有关系的 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 好 从脚回勾 启动肩膀 好 抬起一条腿 如果可以 另一条 也弯曲 抬起 加深你的呼吸 此时 如果你身后有墙壁的话 建议初学者最好旁边都有个墙壁 你可以试着将双腿 伸直 请注意 如果身后没有墙壁 就在原地停留 很好 可以双腿落在墙壁上 呼气 慢慢的将双腿落下 哪怕只是一下子掉下来也没有任何问题 呼气来到婴儿室 再次放松 非常好 让你的肌肉现在全部都放松下来 让你的血液再一次回归平衡 你全身都感觉打开 肌肉都有参与 非常的舒服 这是我们头到立的第一课 你可以继续在此练习 或者我们一起进入婴儿室 可以做三次深呼吸 很好 在你觉得足够的时候 慢慢的将身体抬起 还原 非常好 这是我们头到立系列的第一课 你如果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会觉得脖颈好像有点不舒适 记住我们的肩膀要发力 我们肩膀在帮助的时候 到最后当你去做头到立你会发现 其实你的头和你的脖颈 基本上没有在承受什么的力量 但最初在练习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脖颈有一点紧张 这个非常的正常 我们首先 首先要让身体去熟悉它 希望大家都给自己多一些的耐心 今天不管你抬起了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我们都离开了地面第一步 下一次的课程我希望带着大家一起借着墙壁 先来找到完整的头到立的一个感觉 我是Alison 谢谢你在这里 当然你也现在可以去做一套舒缓的放松瑜伽 我们下节课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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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 更快 我先走了